他笑了 笑了 最后两个字的时候 他在我耳边一直感觉就像我是他班主任似的 在我耳边一直说 可能是我手一抖写失误了 一个就是跟我解释 因为他真的知道 他完全不应该错在这两个字上 尤其是那个四 你要说最后一个字稍微复杂一点 一下子慌神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四这个数字上 应该是不会错 但是不管怎么说 根据规则 我认为四位评审 你们的决定完全正确 小妹妹 你怎么发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能力的 在我一年级的时候 我妈妈和我聊起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 有一个也会这样技能的一个阿姨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会 然后就跟我妈妈说 起初我妈妈先不信 就问我新闻联播上面的字 我全答对了 她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小学一年级 对吗 这个就是天赋异禀 你看从今天的这次挑战当中 你发现了自己有什么小问题吗 有的时候写得不够认真 在那些比较简单的字上会出错 着急了 对吧 以后考试的时候更细心一点 你可能就能拿满分了 一个女孩子对汉字的笔画能够如此的胸有成竹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 像汉字这样 历史悠久 历经沧桑但青春永驻 真的很美 每一个字 它的结构 方方正正 那是一种风骨 它的内容和含义 那是一种智慧 也希望你能够通过对笔画的这种兴趣 未来真正的能够成为你学习汉字 学习汉语的一种工具 去传播传承 中华最优秀的传统文化 所以对愿童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们的回答是 有请愿童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中国汉字一笔一画都蕴含了深刻的意义 它不仅是一种符号 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11岁的赵愿童天赋异禀的能力 完成了辨认笔画极限速度的挑战 对汉字的热爱也让他在学习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让我们欢迎赵愿童进入荣誉殿堂